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积口红试色 卡婷青年唇釉 青苓乐联名款 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上面都有个很可爱的卡通人物 very good 我说错了 是青苓乐 不好意思 第一只C01 木城 它是那种慕斯柔雾哑光质地的 这种质地的唇釉 上嘴就是没有什么负担 我觉得很喜欢这种质地 第二只C02 它的名字叫做赤薇 我感觉这个颜色好像还挺特别 因为它是有点偏紫粉色的那种 国图的话它就是那种很温柔的豆沙色 这个颜色 我好喜欢 这个颜色写了我的名字 它叫什么 它叫C02 赤薇我记住你了 这个颜色好看 这个颜色好看 好看的我都要哭了 它叫C02 赤薇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大家记住 李某雨昕三叫我 小燕 对 就这个感觉 对对对 C03的夜燕 这种车离子色 质地是真的做得很好 哇 我爱车离子一抹 神清气小 这个的话我觉得很有气场 要比刚刚前两只都要凶一点 这一次茶颜 这一只的话就有点橘调的意思了 我看这个包装就感觉像橘色的那种 哇 Oh my god 小姐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阿玛尼那个405 特别像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就是像我那种后嘴唇的那种 我真的好性感 薄图的话就会有点元气 剩女的感觉 后嘴的话很提气色的一个颜色 OK 下一只 微醺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要比蜜桃在深夜 我总觉得最近的国产品牌 他们的质地很牛 哇 没有那么的橘 也没有那么的红 就是那么刚刚好 头上的口红 感觉就和那个嘴上开的十肌磨皮 一样 先试了五只 前五只 我觉得每一只 我都渴 现在试最后一只 还上花火 好天真 这个怎么感觉 看起来什么荧光粉的意思 好害怕 啊 天哪 这是多白的人才能涂颠色 有没有那么荧光啊 其实 总结下来呢 最喜欢的赤威 还有这个夜宴 一个是气场刮的 一个是温柔刮的 其他三只 我也很喜欢 除了这个4106 OK 这就是今天的试色 我们就到这里吧 拜拜